饮食跟失智症有关联吗? 来看到有营养师分享了 传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养生秘诀 叫做麦德饮食法 不只可以有效地控制身材 对于延缓认知功能衰退 降低阿兹海默症的离病几率 都有很大的帮助 而医生也指出呢 这种饮食法一切是可以减少失智的风险 饮食能减缓失智吗? 传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养生秘诀 就是麦德饮食法 有营养师引用研究分享 麦德饮食不只能控制身材 还能延缓认知能力下降 如果有遵守麦德饮食法 不只大脑年轻7.5岁 阿兹海默症风险还能降低5成 麦德饮食主要是跟心血管有关系 促进新陈代谢 预防失智这一块的话 其实也可以看得到说可以有保护的作用 饮食会比较改变三高 就是这个像胆布唇膏 那个会减少小血管病变 会减少那种血管性的失智症 麦德饮食的原则就是八多吃五少碰 每天要吃全骨类蔬菜跟葡萄酒 每周则要吃莓果 肉类尽量挑选青鸟类跟鱼肉 还要补充坚果跟豆类 料理用油也以橄榄油为主 至于少碰的食物包含红肉炸物奶油起司跟糖果糕点 也会建议说你可以选择吃白肉像鱼或是鸡肉等等的 那它的保护脂肪酸会比较低 保护脂肪酸其实更会增加我们坏的打固醇 身体机能环环相扣 选择哪种饮食法对生理跟精神都有很大影响 记得成了银杆尔蒂 他们报道